这个大概是五六年以前呢,我在这个中国科学院,他们开会啊,我们座谈,座谈,他说啊,好,他说我们这里呢,大家都是做科学的, 他说啊,假如说我们这个一辈子啊,要重新来过,要,就是说好,这个从头开始,那你愿意啊,就是说是好,我这个一辈子已经有那么这个十年了,或者是二十年,或者是四十年了啊,假如说有那么一个机会的话,你是不是另外有一个想法,还有一个盼望, 那么他说,哎,他说这个,呃,吴先生,你啊,呃,你是这里啊,就是我刚刚大家都知道的,你第一个讲,我说我呢,已经退休了,现在呢,这个,呃,我说我那个时日啊,也没有了,所以你要问我,我还有什么这个回头来,再有什么另外的想法, 我说我,我说我,我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机会,所以我也不会再,再像你那么说的去,去思考,所以我说是应该,他那个年纪轻的,他那个来日方长啊,要,他就可以好好的说,说说,哎,我要做总统,怎么怎么怎么的啊, 那个让他们先说,好,他说听你的话,年纪轻的一个一个,最后他,哎,他说是你了,我说啊,我也很简单,我说我的这个看法呢,我说人生啊,八十才开始, 所以我说我说我刚刚开始,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,我不必再去回复,回复的这个要,要,要,要反顾,啊,而且呢,再有second thought,就是说是,要,这个第二个想法,我说我,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, 现在,他们到处还在讲,我,我们的人生八十才开始,好了,完了,这样,这个,